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12月13日,星期三,跑馬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馬直博的 就和大家來買吧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是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就是我們的四班祖利B蘭1200米的賽事 大家可以看到這場馬其實都熱到兩匹馬 分別是這隻5號的金運來 和6號的時間寶 這兩匹馬這次都是很熱的 一隻就做大熱獨贏的馬匹 另外一隻就做為之大熱的馬匹 一隻獨贏大熱,一隻位置大熱 那這隻時間寶的獨贏大熱都熱到只有2.4倍 到底這些馬值不值得去買呢 我們先和大家分析一下 去看看吧 這隻時間寶 時間寶上漲跑得如何 上漲跑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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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漲跑到沙田草地 一千米跑第三 排著十檔的就是他 十檔其實在沙田草地是靚檔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是靚檔 十檔其實是這些檔位 時間寶這裏的這隻 紅衣、黃帽的這匹馬 紅色戰爪至於左 大家看看 上漲其實是靚檔的 大家要知道 他是靚檔來跑的 靚檔 還要留了後來跑的 上漲就留到大約 七八位 七八九位 沿途基本上他都敢走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上漲跑起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完全是說走得很順 之後去到三百多米 這隻馬 還要說很早已經沒有航空到 他沒有搞到塞車 沒有什麼 最終是說衝到回來 跑到第三 其實你看到這隻馬 當時是不是衝勢很強呢 其實老實說又不是 但是你看看時間 這場馬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快一點步速的賽事 大佬 快步速其實很來他追 很適合這隻時間寶 來跑 他留了後來衝 其實是說很好處 但是其實這隻時間寶 最後的衝勢 都不是說很多 這隻馬也不是說衝得很厲害 雖然說跑到第三 但是他的衝勢 不算是太強 接下來就轉場地來跑 跑到一些菊草 四斑 草地1200米 轉場地還要真情來跑 到底這隻馬行不行呢 老實說 我覺得這隻馬 來的這一場都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是吧 因為跑馬的對手 始終都不算是太強的 但是 上將這隻馬 都沒有什麼衝勢 話說跑到第三 但是衝勢不強 還要是賺了整個補充形勢 很大機會是說 這些馬上場是賺了補充形勢 賺了形勢 才是說跑得好的 接下來這一場 一半人 換蜜道朗上去 你跟我說熱度只有2點幾倍 2點4倍 其實我覺得 就不是說那麽化算 不是說那麽值得來搏 始終來這一場 都有很多未知之數 又要轉彎又要成 這隻馬這次跑了1200米 又要轉彎又要轉場地 所以真的有個未知之數 在這裏 熱度那麽的倍率 其實我覺得 真的 未必 會說買進去獨贏 你說買進去的位置 試試都OK的 因為現在2.2倍 2.2倍和2.4倍 差無幾 2.2倍還抵抗 那怎麽會不是說買 2.2倍位置 不過這些 遲早都會調整 基本上 都應該沒有2.2倍給你買的 又或者兩邊一起回飛 對吧 這隻馬其實 是不是真的要轉彎2.2倍 老實說 買2.2倍的馬 我寧願買 這隻叫做 浪漫勇士 金槍60那些馬 好鬼鬼 小鬼買這隻 這隻馬都沒有證明 根本就 贏又沒贏過 只要入個Q 只要入個Q 即是位置Q 只要入個Q 那你就能頂上他的位置 這些位置可以試 但是 你說買去讀贏的 其實不是說 那麼放心 另外 至於去到 5號的金雲來 金雲來這匹馬 唯1.6倍位置 又值不值 我們先看看 他賽職先 這匹馬 其實他賽職很穩定 老實說 你看看他今季的成績 他也是說 跑了兩個第三 一個第四 表現叫做不差 經常性都跑近 而至於他跑開的路程 都是跑馬去儲你千二四班 接下來又跑回相同路程 和場地 跑馬去儲你千二四班 所以你也不要說這匹馬沒有競爭力 不要說他沒有威脅 其實這匹馬都算是OK的 不過大家要清楚 這些馬又是一些 不是那麼容易贏的馬 不是那麼容易發揮的馬 始終你看回 這匹馬是經常性跑近的 的而且確 但是他要贏其實是很困難的 之前要出到潘頓 在他很低評分47分的時候 才說贏得到 但是目前來說 現在已經升到53 這樣了 都是比較高一點的評分 所以現在這些評分 對於他來說是比較難贏的 不是那麼容易贏的這匹馬 今季潘頓季初都騎過他兩次 但是最終都是第四第三 就是用到潘頓都難贏的 不是那麼容易贏的 所以這些這麼難贏的馬 其實我來的這一場 都不是那麼主張去到搏他 不是那麼主張去到搏他 不是那麼主張去到搏他這些熱門 都是啦 你說買他的位置 可能有一點 但是你說去到獨贏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馬 都不是那麼好處 七點幾倍 這麼熱 不是那麼好處 所以來的這一場 其實都沒有選到這些馬 反而今場怎樣呢 今場我就是說 想搏一些冷馬來買的 因為我覺得 基本上今場馬 很多隻都五五波 你說它 是不是沒有實力呢 不是說沒有實力的 這些熱門有 但是是否要贏呢 那又未必 所以都是一些五五波的場合 所以在今場馬 我寧願搏一些冷馬來買的 好過了 因為見到今場馬 真的有些冷馬 挺划算的 挺划算的 那就是七點四倍 位置 三十倍獨贏的馬匹 即是說 這隻十一號的天分高 我覺得這隻天分高呢 它的賠率 這次抵買到雲 三十倍獨贏 七點幾倍的位置 那 那是今場馬 很好分的馬匹 位置完全可以披檔 那不單是好分的 那隻時間寶的獨贏 更加是說 和那隻金運來的獨贏 是接近的 所以這隻馬 只要入到頭三名 基本上都已經等同於 你買那隻金運來 甚至是 或者時間寶的獨贏 家位置 是不是 時間寶獨贏 家位置 都不及這隻馬 位置好分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其實是挺划算的 這次 那為什麼說他抵買呢 為什麼會說他直撥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馬 這個賽職 這隻馬 這個賽職 其實最近 已經是說 開始跑近的了 那大家看到 這隻馬 就由貴重去第七 第十 第十 慢慢跑近跑到最近的第四 最近其實他跑過第四 我覺得他已經是說 開始有表現 已經不差了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 這隻天份高 上將蔡明紹 怎麼騎他 那天份高 上將就是這裡的厲害 就是藍衫藍帽 這匹馬 紅色箭主主主了 大家去看看他怎麼跑 那上場馬 其實大家看到 都是多快馬 來到他走的 有1,2,3,4,5,6 6,7 就是快馬 來到他走的 那麼多快馬走 對於這隻天份高 這隻天份高 其實都是一些 側前走的馬 那麼多快馬走 所以搞到這隻馬 要焗流 所以這場馬 蔡明紹 都沒有強行跟他搶 留在大約6、7位 左右的位置 留後來跑 留後對於這隻馬 就肯定不著 那沿途他都這樣跑 轉彎入直路 走出去 來衝 那這場馬 大家留意一下 他流後來跑 來衝 其實是一個不利形勢 來跑的 因為這場馬的時間 都是一些偏慢步速的賽事 這場馬頭6、8米 還在34秒18 這些時間很明顯 比標準時間慢的 慢速0.33秒 慢步速 根本完全不理他追 不理他追的情況下 但是最終這隻天分高 都能夠 跑到第四回來 跑到第四回來 輸不遠 所以我覺得這隻天分高 其實最近第四 都是挺好的 都是真的不差的 很明顯看到這隻馬 是越來越進步的 因為以往這隻馬 一流後跑 就已經死了 頭四都肯定進不了 這隻馬一流後跑 因為他其實很明顯就是一隻 一定要擺前走 才跑得好的馬 你看他以往的錯跡都知道了 其實這隻馬是一定要擺前走 才跑得好的馬 但可能你又會說 這隻馬 天分高 上漲就是擺頭走 在那些二三位跑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上漲這場晚 大家要留意 是跑變化地 是好像黏地 黏地 這隻天分高 其實你看他的血統 都知道他跑變化地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了 跑黏地 對於他來說 當然是說 沒有那麼擅長 所以上漲就導致了他 輸毀了 之後 其實他很多場 輸上來都有原因 去到10月11日這些 其實他為什麼會輸 為什麼會跑到第十 原來就是這隻馬 又留了後來跑 其實這隻馬 真的一流後就不行了 很明顯他不是一隻流後馬 來的 羅放當時巴道的這場馬 你看他跑得如何 天分高就是這裡的這隻 藍心藍武的這隻馬 就是他 紅色戰爪知道了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其實天分高這場馬 他都快速的 你看到他比這群馬 後面這群馬 很多 整個身位 差不多 但是 唯獨是 他就是不夠一隻馬 快的 這裡這隻馬 是很快的 是吧 令才是很快的 真是 你理解不到他 為什麼這麼快的 劣當 但是整隻箭 飆了出來 之後 就吃鬼了天分高的位 天分高本來打算搶 是吧 以為搶到 誰知道這隻令才 一切進去 搞到其實 吃了這隻天分高的位 天分高 又被捕住 流後 巴道不是不懂 騎這隻馬 他原先都打算搶 但是 這麼巧 真的有隻馬 左頭左勢 割毀了他 搞到 他就要被捕流 之後 留在哪裏 留在三四疊的位置 來跑 搞到這隻馬吃光 今場馬 蝕住 還要留後來跑 對於這隻馬 當然是不利 所以最終他跑不出一個好的名次 只能夠跑到第十 這樣就輸了 所以這隻馬 一流後就不行了 之後這場又是 又流後來跑 又不行了 所以今季 這隻天分高 我跟你說 很多場賽職都不能夠準 可不容易 但是他都非常的猛 為了 所以這隻馬 私信是減少了很多分的馬 vost 我跟你說 減少了很多分的馬 我減少了 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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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Ondan 都有出色的表現 1-win 1-2-1-4 表現不差 表現不差 4-4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接下來一場只要加上前跑 絕對有機會真勝 去到這麼低的評分 這次這匹馬 還要換人 特意換到希威森 來跟他騎他 這次換希威森 其實我的目標都很明確 對嗎 我的目標都很明確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其實知道希威森 這位騎師騎擺頭走的馬是厲害的 為什麼這次騎他 為什麼這次會找他來騎 目的就是 想他接下來一場擺前走 不要再這麼愚蠢 不想他再這麼愚蠢 好像連續幾場 你留下來做什麼 所以這次他目標很明確 就是 放棄威森上去 擺頭走 總之我就放了 總之一句說完 而這場的形勢就能遷就他 但是這群馬其實快馬不算太多 前速快馬不多 所以我相信這隻天分高 其實是能夠 就是搶到前來跑 就是 只要那一段少許 不要想太多了 放明這隻馬就不可以了 那一段少許 搶前來跑 再多幾步 我相信這隻馬在未來的一場 絕對有機會是 入到一直的 頭三明 甚至說贏馬 其實也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只要這隻馬押回前來跑 那十一檔其實也不太擔心 因為這隻馬前速夠快 而且這場馬的快馬不算太多 所以就是 劣當換賠率 反而更好 這隻馬這次有幾十倍 其實是很好分 很直播的 七點幾倍 都抵到運 所以這場馬 我們會選擇的馬一匹 都想搏懶 試一試這隻十一號的天份高 來買回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一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 獨贏及 位置的這個彩詞 獨贏及位置的這個彩詞 用1WIN 3P的方式 來買這匹這麼好分業馬 就可以了 這次我們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這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們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